谁敢横刀立马 肥我霸气学长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学长 今天咱们和三一泰 一起玩这个地物人格 他说能带我飞 我就安心躺好就行 那我就安心躺好呗 那能行吗那呀 学长我可是手子 根本不用别人带肥 看见那个密码机了吗 咱们来破一个 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完美校准 看到没有 这就是学长的实力 他不多说 他就是厉害 这一次呢 事出有因 我看到三一泰被打了 我太伤心了呀 我再没有校准正确 他们过来了 那我就先溜了 既然今天三一泰都这么说了 那就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 让他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 哎呦被追了 不要紧 我们能 我这是故意的 就是给三一泰一个救我的机会 你看 学长我是多么的为他着想 不过挣扎还是要象征性的挣扎一下 虽然并没有什么卵用 果然呢 我们不出意外的被绑到了椅子上 这个时候学长我就要使出我的绝技了 学长的不传秘书之 三一泰救病啊 大姐救我 哎你看 学长我这不是被救下来的吗 我们家别的学伙伴就舍不得我死掉 哎呃 我我这已就是故意被抓的啊 毕竟这三一泰都带我飞 那我一定得让他救我一次才行啊 哎呃 我怎么又被别的小伙伴救下来了呢 这次我可不能再上椅子了 再上我就直接飞了呀 哎呃 突然之间就剩我一个人了 别问我为什么 那就是三一泰太菜呀 连我都带不动啊 虽然大门的已经开了 但是大家都死了 我怎么能够独活 啊 他不是我学长找不着大门呢 那是我讲义气 大家都是兄弟嘛 他同生共死嘛 小伙伴们 你们有过这种讲义气的时候吗 下方评论告诉学长吧